38岁的我和公公睡在一个房间 这一岁就是五年 听到这儿你们是不是都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我要和公公睡在一个房间 因为我老公他没有正式的工作 常年在外边打工 一年也回不了几次家 我婆婆在我老公八岁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 是公公既当爹又当妈的把老公抚养成人 自从我们结了婚就和公公住在一起 从来没有分开过 我公公老实厚道 每天就是干活 从来不多说话 说的最多的就是好 也从来不多花一分钱 你给的他也不要 说自己没有花钱的地 吃饭也总是挑剩菜剩饭吃 你不让他吃 他就说这是他最爱吃的菜 其实我们都知道 他就是把最好的留给我们 这么多年 他把我当亲闺女一样的看待 我也是打心眼里的感激 能有这么好的一个公公 可是就在五年前 有一天早上五点多 公公起来准备做炒饭 突然感觉到自己眼前一黑 他一把就扶住了房门 慢慢的蹲下 大概我六点钟起来发现他的时候 看见他靠在门边脸色苍白 已经昏迷 我吓得腿都软了 赶紧交车把公公送进医院 经过检查 公公得了脑梗 全能大部分血管都有斑块 而且双侧动脉堵了50% 医生说公公已经不能做指甲了 如果要手术 可能都下不来手术台 只能保守治疗 我当时听到这个诊断 真的是犹如晴天霹雳一样 我们一家人都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 公公平时身体一直都很好 没看见过他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后来我老公又把片子 拿到了权威的专科医院 找专家来看 结果也是一样的 只能保守治疗 医生说你们要随时 做好突发状况的准备 我们在医院住了26天 这26天公公一点没见好 反而看起来更严重了 没有一点力气 话也说不清了 医生说太严重了 暂时做不了康复 疗伤针打完就可以出院了 剩下的就只能靠自己 以后回家锻炼了 就这样 我们在医院观察了 五天搬离了出院 回到家之后 老公在家伺候了一个多月 每天理疗按摩针灸 都无济于事 公公的病依然没有起色 没办法 为了生活 我们就商量 让老公在家附近找个工作 我来伺候公公 我每天给公公做饭 端食端尿 照顾日常起居 晚上需要给公公煎尿 我就搬到了公公的房间 公公自从瘫痪之后 整天不吃不喝摔东西 谁的话也不听 就说死了算了 不妥累你们 看着公公那个样子 我的心真的是难受极了 我说爸 谁都有老的时候 只要你好好的活着 你儿子回来就有一个幸福的家 公公听了我的话就哭了 打那以后再也不说死的话 我每天一有时间 就和公公聊天 给他找他爱听的评书 二人传 也许是心情好吧 公公居然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在这五年里 我从来没有抱怨过 我觉得伺候老人 是我们做子女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既为老公分忧解难 也为子女们树立榜样 同时还给自己增加福报 每天都带着一颗感恩的心 去做事 你就不会感觉到累 这一干 就是五年 左邻右舍 有时来看到我公公就说 你这个老爷子 真是上辈子不知道积了什么德 怎么摊上这么好的儿媳妇 你这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真是难得 就是自己的姑娘 也不过如此 老话说的好 孝子床前一碗水 胜过坟前万顿归 门前有车不算富 家有老人便是富 老人是子女的根 根长得好 才能知凡夜猫 愿天下的老人 都能健康超瘦 福泽万年